40岁的女上司借着酒精 把20岁的实习生给拿下了 可谁知 酒醒过后的女上司 却忽然不想认账了 看着女上司这无情的举动 小伙虽有些不解 但他也没有气馁 霸气地对着女上司表示 日后行动上见 看着现在零零后都这么生猛 女上司下得赶紧溜了 可让女上司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她的身体虽然跑了 可心却留在了小伙伴 不仅回到家后 边化妆边回忆昨晚的美好画面 弄得自己喜提人生中第一次迟到 工作中更是没有了 以往的干练破绽百出 然而 就在女人想努力克制 自己这魂不舍舍的状态时 小伙所说的行动却已经开始了 看着女人打喷嚏 小伙不仅暖心地地上纸巾 更是冒着被扣奖金的风险 逃班去给女人买药 还手把手教会了 女人怎么量自己的体温 甚至当看到 女人犯错被公司的大领导 她的前男友估计找查识 身为实习生的她 更是不顾被开除的风险 勇敢站出来帮女人解围 要不是女人及时制止 她甚至差点给领导一电炮 看着这么个暖心的小伙 女人真恨不得一头扑进她怀里 可理性却告诉她 不能害了这个小伙 于是 她把小伙约出来准备跟小伙说清楚 原来女人曾经被大仙算出是千年难遇的克服命 跟她的男人不是背叛 就是退婚 更有甚者直接车祸而亡 所以女人即便在喜欢这个小伙 她也不想害了小伙 可让女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就在她说出心里话 准备独自承认这份伤心时 小伙的话却让她有了 对抗命运的勇气 我没有识异了 我要照顾你 看着你的 我没有识异了 我没有识异了 我真实的 我没有识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